澳洲情懷主持 梁幻松 施华 朱莉 1月25日星期四澳洲情懷節目 又和大家見面 朱莉 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看著那個影像 我知道你現在那裡熱得好像道路一樣 如果大家看到那個影像 就看到我搬了地方 為什麼呢 我整間房子只有一間房子 有冷氣就是睡房 如果有睡房跟大家做節目 我把鏡頭調得好一點 不要看到我的床那麼肉酸 嘩 嘩 真可憐 你上面真是一棟真好 我們錄音的時候就是星期一 星期一 你穿的面穿可能會更涼 哈哈 穿的面穿了嗎 但是呢 我們麥爾堡就和Chris那裡撐天保地 我早上起床十二度 我是穿著一件外套出去走風圈的 腳套 那現在就 即是現在下午 那現在就回到十八度 是 但我都穿外套的 我現在都還是 今天我在十八度 我可以穿的 唉 真是倒轉就好 真是 倒轉 給點來 唉 那我們的一月已經到達下旬 已經二十五號 大家聽到節目的時候已經二十五號 那星期四 距離農曆新年呢 還有兩個星期左右 你有沒有聽到一些新年 我沒有看到什麼新年的 一些東西 我在我這裡 因為可能我沒有在唐人街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全部的東西都在唐人街發生呢 唐人街 唐人街 附近的大商場 那Britzburn你都知道的 我們的主要那個華人最多地方是南區 那Sundie Bank 那Sundie Bank的商場一定有東西的 那也沒有東西的 就是有些燈籠有東西的 那些掛燈 啊 那放些流動攤位 就放一招 是咯 有些中國食物啊 有人表演呀 書法啊 有人呀 摆檔 看風水呀 看掌呀 都有的 others 那我們來年是怎麼 來年是農年呀 農年 運情啊 那些什麼 是吧 是啊 是啊 那年是這樣的 我們就 在這裡長的話 都沒什麼大的興趣 沒有啊 好像一点都没有 又不是假期 子女又不会回来吃饭 所以变成没有 真的忘记了 忘记了 感受和气氛也好 人们都是不开饭 就出去外面吃 但是一般以往的惯例 酒楼都已经是预备好了新年套餐 虽然看贵一点 一定是贵一点的 但是人们一样是光顺的 趁着高兴 如果有子女多的 又回来吃饭 是的 我觉得有子女多的 他们结婚了 伙伴都是唐人 这样就好一点 如果是外国也不理 所以我两个女儿的伙伴都是鬼 所以变成不悶了 天气这么热的话 如果回来 垂房煮饭 真的热得你一头烟 不如出去吃吧 不用搞我 我不要搞我 当然出去吃 就算是有名的 出去吃 那些酒楼会做生意的了 大家平时出去吃饭 如果是人头计 就二三十元一个人 也挺好的 吃个海鲜餐也好 但是新年套餐 你打算要一百元一个人 一百元一个人 是的 是的 那他就这样 有些酒楼就说 一定要光顾套餐 不可以单叫 一定要吃贵的 那单叫的话 因为套餐都预备在这里 那就真的可以 及时上赌菜 因为他人爆棚的话 你如果单叫的话 他真的做不到给你的 一定要吃套餐 不如按住你 我上次聖诞节 聖诞节24号 跟家人出去吃饭 我们特意 他们喜欢吃蟹 叫了三只肉蟹 有鸡 有成 就是一般 有鸡有蝦 蟹那些 九个人 我们吃了800元 那也不是贵 不是贵 不需要 不需要一百万一个人 就是贵 就是贵 贵 如果是西餐的话贵的 聖诞节就是他们 等于他们过年 有些聖诞节也开 伙计可能要给雙倍工资 他跟我说 每只蟹平时就一百万 肉蟹 但是那人已经收150万 收多50%了 是的 我看到我家附近的聖诞 平时都是经济实惠 三几十元一个扒 但是如果聖诞节 是Christmas Day 出去吃 他就要你吃自助餐 每位150 是的 很厉害 很厉害 家庭就是 没错 好 那老人就过聖诞 拿你的唐人就过年 都可以高兴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讲讲今晚的大小新闻也有的 首先就讲一些全国的问题先 那朱莉安 那朱莉安 你那些子女在澳洲 读中学小学的 有没有 以前 我说在Brisbane Brisbane 读小学中学 那他们一个就读公立 一个就读天主教 但是公立我就不记得了 应该不用付钱的 是免费的 但是天主教其实也很便宜的 你那时候是九几年是不是 九三年 九三年也不止那么便宜的 结果了整个三十年 又通胀又整个东西都贵 那我就 我觉得不是很贵 现在你知道这些钱吗 看到你写的 你让我看得到我 嚇死人了 我读不起了 如果当年是这样的 我们和大家的听众介绍一下 那有些听众就已经来澳洲了 那就住在 或者他们有好经验 有些就是想着过来澳洲 那就带了弟弟过来 会在这里读小学或者中学 这样的情况 讲一讲就是 供一个弟弟读书 读完小学中学 不要讲大学 只是小学中学这个基本的 那就最近 是啊 13年 12年就是小学中学加上12年的 他们又叫第一班 到了第12班 那之前学前又有一年 那加加万万就一加12 就变了13年 那澳洲各地各州就不同的 因为这些澳洲的情况 大学就是全国性的 全国性的 至于中学小学就是各州各自为政的 那Juli说得对 我们昆舍兰就小学中学都不用钱的 那不知道维多利亚或者是新南威尔斯 如何呢 这些我不知道可能要收钱都不定 那就是重时间 譬如昆舍兰读书 不用学费 那你不要以为不用学费 就是让那些小孩一直读到中学毕业 你都不用钱了 有很多集费的 最近就有一个调查机构叫Future Investment Group 就讨论了一班人 一般都是做一千人的 那就骗及各个各地区 就发觉平均计 Juli听得比较好 平均一个澳洲人 供一个小孩 读13年小学中学的教育费用 是九万三千元 如果你读官校 就是九万三千元 那如果不是官校 就是所谓State School 就有什么选择呢 有很多 有些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有分两种 大多数那些就是由教会主办的 那些就贵了 是十九万五千元一个人 十九万 就买多少一年 那可能教会就是 比较收得便宜一些 至于如果你读那些私立学校 是没有 就是宗教背景那些更厉害的 那譬如我们在Brisbane 我们都知道的 最好的那间就叫Brisbane Grammar 有男朋友有女校的 听好了 一个小孩读13年的教育 是要三十一万六千元 三十一万 这只是讲学校而已 是不是 那你还要医食住行呢 这个小孩 医食住行那些不算 是跟教育有关的 跟教育有关的 学费当然去了大决 另外有些是要计 那些要给什么呢 是给学校 去参观日 官校就不用学费 官校不用学费 也有其他作用的 那私立就加上学费 他搞到三十几万一个人 两个就整间屋都逃去了 不是 你怎样生两个三个 我想一下 我们真的刚好幸运 就是那个年代 就是 譬如我两个小孩 哇 两个加上几十万 我不用 那我今天这房子都买不了 就是让他们来学习 可以了 就是 真是 好 现在是颜板岸 如果现在生怎么办 有儿子就趁年生 想买房就趁年轻的时候买 工到中学毕业 除了学费之外 还要有旅行 这些你不可以不参加 我就是习惯了 还要医食住行 对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就包括很多时候 澳洲需要他们打球 打球是这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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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要买球衣 要买活动 那参加那些 他们要补习 当年我的朋友在雪梨 我都补习的 我的子女 是 那斯华的子女 都补习的 要做精英 但是我当年真的不同 所以我真是幸运选了 当年 是不流行补习的 就是我两个女儿都没有补习的 不需要补习的 所以我呢 其实我自从移民澳洲 就是当年 现在民澳洲 我没犯过那些子女的教育问题 我完全都不知道 他说学妈做妈 什么都不知道 我其实最辛苦 他当年最辛苦 就是送他们 送他们上学放学 是 因为到下午三点钟 就惨了 糟糊了 你做妈都要放下 你要首先 揍他们放学 那你有两个 一个中学 一个小学 哇 你又就是赶头赶到你的东西 我常常说 我说明 脱头脱继 最辛苦是那样 就不是钱的问题 但是今时今日 除了脱头脱继 去趕着接送之外 就是 如何去颁护那些学费 嗯 那如果你说我只是给学费 那科委活动不参加 那又不行的 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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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独家村 怎样融入到这个澳洲的 这个机会 不行的 这么小的 当然要 什么都要跟大队 在学校 是吗 一定要花的 另外就是 你要说生活费 那些穿衣服 那些不好计了 哎 或者你开车送他上学 那些油钱也不好计了 那他本人要用的东西 例如电脑 那你都要买给他的 是吗 对 比如那时候 那时候我女儿都会喜欢 学吉他 给他学一下吉他也有的 玩一下就好了 那买个吉他给他 那一个澳洲小弟哥 澳洲读书 就各个州的费用有些分别的 原来你们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斯 都是贵的 都是贵的 哎 哎 那都会 你跟回那个什么生活水平 那 那都会是的了 那至于说澳洲 认为哪个州 是比较便宜一些的呢 塔斯马尼亚 比较软一些 坤雪兰呢 还是比较便宜的 那 那就不用三十几万 那里施纳的呢 都是20万美 那样 就是供的小弟哥 进去读读这个师校 就20万美 那里施纳也算是便宜的 那至于 最多香港人去的地方呢 就是新南威尔斯 雪尼 或者是维多利亚的墨尔本 那这两个州都属于贵的 那分分钟就是读诗校 读十三年呢 就要30万以上的了 那坤士兰就便宜一些 20万美那样 哎 都快追上来的了 不差得很远的了 现在坤士兰 那些东西都不贵 那我记得就是 譬如说 我们初初过来澳洲的时候 是九十年代初期 那全新雪兰最便宜 最便宜 那间施纳学校就是 近住中国城那边 有一间叫 阿哈罗斯 阿哈罗是我女儿读的那间 我女儿就是阿哈罗 阿哈罗斯是最便宜的 最黑的 是啊 那一年就有 大概3000元 大概3000元 一年3000元 是啊 差不多 我记得那时候我女儿读 一年都是1000-2000元 左右 是啊 是啊 所以很好 那间学校 修女学校 又很好 很好 非常自我 如果说到2024年 阿哈罗斯多少钱 我相信都近一万人了 都要的 是 是 但是也这么多年前 所以 哎 幸好 现在什么东西 都是 真是 今时今日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至于你说 名校之中的名校 比如说 Britxburn Grammar 那些就分分钟 只是学费 都要 都要两万元以上 还有他们的科学活动 很可怕 是啊 两个弟弟 四万 就是一年 那你 你其实 一年 普通收入 就是 take home 四万左右 一个人的收入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听好 才得到四万 如果两个给两个 就没了 就没了 不过是这样 如果小孩 希望他成才的话 就不一定要读思考 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随机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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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 认识 女儿 拿到全坤士兰 高考 第一 拿了一个大奖 是啊 是啊 我有个朋友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是特观考的 两个女儿做医生 找你复备 是吧 是啊 那个女儿做医生 所以我无所谓 就是 我就没什么 用这么多钱 栽培我女儿 我也不用理她 即是 没想 没烦过他们读书 他们都做了 现在都做了 专业 是吧 专业 我觉得我都很开心 没错 原一婷 自己补习 不需要 他自己肯读书 他自己肯读书 他有辛苦 我也有辛苦 是不是 是 要工作 工作到他 中学会 那个所谓 学能测验成绩 他最好 以后他喜欢读学科 都可以 读这个补习 补习是很贵的 无论是私人补习 或者去补习 或者去补习学校 都相当贵 和小老哥也辛苦 你星期一到五 我又继续 同学去玩 他又继续去上学 又要去打球 又要学琴 星期六 上学校 很辛苦 很辛苦 好像香港的老哥 这么辛苦 你做到 所以我觉得雪梨 我幸好没有雪梨 我下雪梨的时候 我女儿已经去读大学 所以变成他不要紧 但如果很差 他们小的时候 就在Brisbane 所以他们情绪很开心 在Brisbane 中小学是很开心的 他们是很快乐的 在Brisbane 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 中小学的生活 如果读大学的话 就另外一条数据了 Juli 以前读大学 一年都是几千元而已 现在一年是几万元 几万元一年的 不过就是说 那个小朋友 就和政府申请这个延置学费 就是绞交的计划 不用交住 不用交住 读到四年之后 毕业之后 就赚到钱了 如果你的薪金去到某个限度 就才分期还给政府 就由这个小朋友自己负责 那你父母 其实都可以说 不用帮他还 他自己还 但也很辛苦 好钱便又减少了 其实我觉得 今时真的是不同往日 其实现在真的 不要为了读大学 就读大学 做到全新债 现在呢 如果他不是一定想着自己会做医生 做律师 做那些科学家 他们真是学没 就是学没 学没手艺 出来就做事 就是我觉得 维生是一样东西 兴趣是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经常搞到 这些小朋友 就是要迫他做什么 做什么 如果他真是有这样的才能 他应该做一下 他都可以转回来 对 没错 不一定要做医生 做药剂师 那就找到 其实药剂师 都不够我们的水喉脑 喂 我们的水喉脑 跟我换个星盘 都五六百 下一个环节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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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